为了女儿的教育,这个父亲放弃了电子工程师的工作,举家迁回故乡宜兰,希望能给孩子快乐学习的环境。 但是搬了家,工作辞了,到底要靠什么支撑家计呢? 这个超级老爸,靠着自学,以及好几年不断的失败与尝试,终于成功酿出了自然发酵的酱油。 现在他还开启了小饭馆,用自家的酱油制成卤肉饭。 用心的好味道,很快地就获得台北市卤肉饭节的古早味奖。 家庭和事业都兼顾,过去这几年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了。 田径的乡镇路边,有着一间古脯风格的小饭馆。 木桌木椅,增添暖意,为了省钱,所有灯饰全是朋友有情设计。 没想到这灯一亮都让顾客。 会心一笑。 至于餐点,就跟灯饰一样,连据心意。 蒸笼打开,里头是一碗碗已经蒸好的米饭。 省去盛饭时间,入造一林就可以上桌。 饭分开煮跟一起煮,一定有差,对吧。 因为它乳肉真的蛮好吃的。 乳肉饭不会油腻,就是瘦肉跟肥肉的比例抓得还不错,对。 然后饭虽然是用蒸的,可是它的口感会比较粒粒分明。 老板方志仁,其实原本不是卖乳肉饭,而是在做酱油,卖酱油。 后来发现,一年顶多生产一千多瓶酱油,一家四口根本没法生存,才会用自己酿造的酱油,做起乳肉饭,开起小饭馆。 因为它们家酱油比较特别嘛,所以我就就是吃它们的那个辣椒酱油,就比较没那么死咸吧,应该是这样。 有点不一样。 风味不一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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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吃起来蛮习惯的,蛮好吃的。 小饭馆2018年才开幕,已经迎来在地邻居,罗东新住民还有观光客肯定,甚至滷肉饭才推出,就获得台北市滷肉饭节古早味奖。 它是黑毛猪的好腿肉。 我一开始豆油没炒,因为我们传统的豆油,如果没炒过稍后,待会有一点生气。 所以,所以我买的豆油也是,我就会沾到的肉里再炒一下,这样,那这个生气就会没去。 酱油吃的量就是刚好一整罐,所以我们就整罐倒完就好了。 哇,用这么多? 对,就是一整罐的酱油的量。 这就是你的秘密的东西? 对,我们跟人家不一样就是,其实就是主要是在我们的酱油,对,所以我们的味道会跟别人蛮不一样的。 里头有甘甜味这样,这样子再熬,熬两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用自然酿造的酱油炖煮乳肉,不酱气的酱气,甘甜香味全飘散在四方屋里。 大方原本是位电子工程师,在台北工作,希望两个小孩能快乐学习,才搬回罗东老家。 现在靠这个钢子帮你赚钱吗? 对啊,太小了。 一般都是酱油厂,才会订这么多钢子。 因为它直接整批帮我再来这样子。 你是一个一个搬上来? 对啊,一个一个搬上来。 光光搬个三四个,从一楼搬到四楼来,就都软脚了。 所以一天大概就搬个三四个,然后分三天才把全部搬上来这样。 这个很劳力耶。 对啊,因为,就想说,不知道,那时候,那时候只是单纯做酱油而已,也想说也不知道会做多久。 所以就想说,也不会想要去买一些什么钓的设备。 会做起酱油,全因为吃到邻居阿姨做的钢子。 发现晾造的美味,才一头栽进去。 因为我们是用自然发酵,没有加栗菌。 所以豆子,豆子啊,米栗这种东西,我们都是夏天靠太阳去晒它。 然后再下去闷,让它发栗。 其实这个步骤比较困难,因为没有经验的话,就会变成发霉。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我前面几年学的,在人家家里学的时候,在我阿姨那边学的时候,都是好的。 但是回来自己做的时候,几乎全部都倒掉。 历经好几年好几百斤的尝试,才把桃缸里的豆渠、米渠和盐水成功融合,酝酿成酱油。 宜兰六到八月才有稳定日晒,一年就这两个月可以冬工。 最多也只能生产出以前多瓶酱油。 做了才知道生活不容易。 要不是傲大,真的不会踏出第一步。 做好是要再贏。 贏了十几点左右,十六点左右。 才是早上贏了,贏了很多。 做这个很厉害。 结果他现在做起来的酱油,你觉得如何? 是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有古早味。 有古早味吗? 有啦。 有啊。 就是这样的古早味。 但是古早就是... 就是这样的。 什么味啊? 对,就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味吗? 对,就是这样的味道。 是这样的味道。 是这样的味道。 爸妈认证的古早味醬油, 让大方勇敢地开启饭馆。 妙的是,他连煮饭都很有个人风格。 因为我们有... 一碗一碗做饭吗? 因为这样做起来的饭真的会比较Q。 然后以前我们在家里, 在自己就是会用小桃锅, 蒸个饭这样吃。 对,然后后来想说开店的时候, 我们想说我们把我们就是想说 我们这样做饭比较好吃, 所以我们就拿去找这个桃碗, 它出桃的,它可以透气的, 然后来做饭这样子。 觉得好吃就放手做。 这位科技人, 开始一瓦一瓦,称重尽量, 把米粒水量注入每一个桃碗里。 只是当家里吃的五六碗, 要量产成近百碗时, 电锅的一个按键, 开始拉锯, 它讲究的效率很初衷。 人家讲的头小的鱼, 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 冲着我们这一碗很特别的饭, 然后口感不一样的饭来的, 所以就算想改也没办法把它改掉了, 因为其实它真的就是还算蛮特别, 而且比较好吃。 它的饭会比较Q, 然后可能有的人喜欢吃软饭, 我们是比较硬一点点, 因为我们水分没有加那么多, 所以我们是比较硬一点点, 但是会特别Q。 头碗蒸出来的饭, 做成乳肉饭, 还可以变成金黄咸香的瓜子肉饭。 这是冬粿, 就是用米酒鲜的冬粿。 我们的那个粿肉饭跟外面的粿肉饭, 没有什么样的, 外面都是用那种脆瓜, 就是小黄瓜做的脆瓜。 我们这是用伊兰传统的冬粿做的, 我们这都是夏天的时候做的, 夏天六到八月的时候, 用自己发酵的米渠下去做, 所以我们都只有夏天有太阳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晒米渠, 所以我们自然发酵没有加取菌, 所以一定要靠太阳的温度才能够做。 夏天做成的米渠, 刚好把这盛产的冬瓜腌入料, 最新鲜的食材, 封存后再利用, 阿嬷的古早味, 在大方手上绊到了。 像这种东西, 其实它越沉越香, 它放个两三年, 其实它都不会有问题。 忙碌做饭的男人, 靠一己之力, 学习新知, 解决困难, 把姜油事业发挥到最大, 虽然还只是家小店, 但梦想被成就, 回乡给自己机会, 也给了孩子最棒的机会教育。 我就是在家小店, 你觉得这种你不想要,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想要, 我就是在家小店, 我就是在家小店, 你不想要。